就是胡耀邦过世的当天 4月15号的那天 那么那一天呢 就是说已经有一个 已经安排好了的 就是两岸的 就中国这边 中共中央对台办 然后采访一个 这个台湾的一个 最有声望的杂志的 总策划 叫天下杂志总策划 他们两个见面 他们见面 那么于是我呢 因为和这个总策划 他的名字叫阴允鹏 Dian Yin 你肯定认识 那么我是陪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陪他 就是于是呢 就有了我们三 我们两个人和 这个汪峰的面对面的谈话 在这个谈话里呢 汪峰因为 胡耀邦是当天过世 所以呢 在胡耀邦过世之前的 这些所有的安排 也就是说 1989年的安排 1988年的安排 还没有变 还没有变 所以他是按照 那个口径讲话的 讲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他呢 就是他呢 是想 他是也是 哎呀 欢迎你常来呀 到大陆来看看呢 什么什么的 然后接着 汪峰就说了 说小平同志 最近考虑 要把四个坚持 从宪法里拿出来 放进党账 这个 这个 印隐鹏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他虽然是在台湾那么有名的杂志的走策化 但是大陆的这个 所有的中国国民 用不着了 用不着来 这四个坚持 但是党员 共产党员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 你看你看台湾 开放党禁 开放暴禁 对不对 这是走出来的一步啊 对吧 这不得了的一件事啊 后来我记得我当时在桌子底下还踢了DAN一脚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 后来呢 这个就关于这个 尽管邓小平在两个月之后 也就是1989年的6月9号 在他在怀仁堂再一次接见戒严部队的那个200个军官的时候 他又说四个坚持永远要坚持下去 永远不变 你看他自己变了啊 可是在他之前 在他之前就是除了汪峰对殷隐鹏说过之外 胡乔木还对李锐说过 说小平童这最近有考虑呢 胡乔木是应该是最先知道的 这个四个坚持是不太合适的呀 咱可能要变一变啊 胡乔木这样说了 这是李锐亲口告诉我的 我明显就是一种词权的 造成的 他的访问